哈喽各位同学欢迎回到资料科学 我是亚洲大学资讯工程系的老师何成远 我们将会来看一些经典范例 我们先用铁达尼号来作为我们的生存预测 因为铁达尼号它是一个在网路上很容易取得的公开资料 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有很多网路上可以拿来做参考的参考解答 跟看看别人有没有其他的做法来作为一些比较 所以铁达尼号它一个是资料取得容易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别人有没有不一样的做法 然后可以来学习来比较 第二个铁达尼号它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事件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事件来作为一个实际的训练 来让大家了解我们现实生活 事实上也是可以用我们所学到的机器学习来作为预测 同时铁达尼号也有一个同名的电影里头 男女主角分别是Jack跟Ross 我们也可以用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的资料来套用到铁达尼号 来看看说最后电影的结果跟我们预测的结果有没有差别 他的背景铁达尼号 他是一个只有开过一次的船 因为他在1912年的时候 他有展开他的首航 他原本也是希望能到目的地到纽约 那为什么他会有名 这是因为在船上里面 很多人都是当时的有钱人富豪 那他也都是来自于欧洲的很多国家 像是英国爱尔兰这些地方的一些移民 他们想要带着他们的家人 然后带着他们的钱到美国去寻找新生活 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生活 或者是能赚更多钱的机会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铁达尼号才会变得这么知名 因为很多的有钱人就会不一样 再加上这一艘船 又是当时一个蛮大的船 然后竟然第一次出航 然后也是唯一一次的待客 然后就成了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 然后也是拿来让大家作为一个经典学习的一个范例 资料的简介 我们可以在网路上很容易的找到铁达尼号的资料 并且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他里面的一些栏位的部分 第一个栏位他指的是仓等 数字越小就表示他是比较有钱的 他可以住比较好的仓等 那这里面最差的仓等是3 最好的是1 所以有1,2,3,3种仓等之分 第二个栏位是表示这个乘客 他最后是有没有存活下来 1表示是有存活 0表示是没有存活 也就是在那个事件里面不幸罹难的 第三个栏位是他的乘客的名单 他的姓名 他的全名 然后并且他也有把他的一些性别 有的会把它写上去 所以这是名字 第四个栏位就是他的生理的性别 是男性还是女性 再接下来下个栏位是年龄 那这个年龄他有各自的不同 例如说有的可能已经蛮大了 有些才刚生出来 像这个还不到一岁的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漏掉 像这边就有空白的地方 那可能是漏记了 那所以这些就会是一个年龄的部分 然后再来下一个栏位 这个是他有没有配偶 他是单身的还是他是有配偶的 那他假如是男生 他的配偶在那个时候就是女生 那他假如是女生 然后他的配偶就是男生 再接下来有多少个家人也在船上 像这个假如他是单身的 然后呢他又没有家人 所以就表示他是单人上船的 那假如有血恶的 就表示他的家人总共有两个 在这艘船上等等 然后接下来是他买的船票号码 像一个一家人 他的船票号码 他就会很相像是一样的 然后他的买票的金额 然后他住在哪一个仓号 就是一等两等三等 他们都各自会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 或有些是通铺 所以他们是会有不同的仓号 然后他登录的地点 然后他要去的地方 或者是他要去的目的地等等 有这些后面都是属于航班的资料 那在这里面我们会对于仓等 跟是否生存 还有他的性别跟年龄 比较有兴趣 因为在那个时候 假如你是住的越高级的 你就可以先上逃生艇 假如你是老人 小孩或女性 那你也可以先上 那个救生艇 所以他会因为这样而有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实作呢 这边我们就进入程式的部分 来为大家做介绍 我们是用Python来做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把资料抓下来 像是说因为上一页的资料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类似Excel的表格 那在很多时候程式都会用CSV 这种简易的用逗点 来区分资料的表格来呈现 那在Python里面 作为一个比较容易处理 这种表格资料的套件 叫做Pandas Pandas 对就是小猫的Pandas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Pandas 来处理我们的表格 例如说我们利用Pandas ReadCSV 然后把网路上的这个资料集 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给输出 把它印出来的意思 你就可以看到 总共有891个乘客 就是它的ID 然后这个前面是我们Pandas 的Index注记的栏位 然后后头 就是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资料 仓等 是否存活 名字 性别 年龄 等等的部分 总共有891个乘客 那读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后面的事情 因为有些栏位是空的 那空的话 我们并不能直接拿来做计算 因为直接计算 它会出错 那这时候程式 它就会停在那边 所以我们要让这些空的值 可以把它补齐 例如说 我不知道年龄 那我就利用其他知道年龄的来做平均 来把它补齐 例如说像这个 我把每一个人的年龄取出来 那他假如有值 我就不理他 我就让他用原来的值 假如他没有值的话 我就把它填上 Fill now是指填 填入 填入我整个年龄 所有乘客的平均值进来 所以我就可以把没有值的 空值的这些乘客的年纪 先用平均的年龄把它代替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试用其他的方法 例如说我要用最大年纪 最小年纪 或者是我自己给他一个固定的年纪值 等等的部分都可以 那这个是范例程式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平均值来处理 好 那第二个部分是 性别 他是用文字叙述 男性女性 那像这个在预测模型的时候 他会没办法处理 所以呢 我们要先把它转换成 是用数字来取代 例如说在这边 我们的女性就用1来代表 男性就用0来代表 然后把它做个转换 前面这两行就是做个转换 我先创一个新的行 然后把原本的转换过去 把原本的男性女性 借由0跟1的方式把它转换过去 然后最后再把这一行把它复制回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后结果 这个男性女性全部都变成0跟1 那这样子 预测程式训练模型 他就可以用这样的资料来做训练了 同样的 我们的训练模型 一样用我们在之前所看到的三步骤 第一个输入特征值和追踪结果 因为我们在乎的是乘客 他到底有没有存活 所以我们的特征值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些 长等 他的年龄 他的性别 等等的部分 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他有没有存活 所以我们的特征值就是 刚刚所提到的那一长串 然后最终结果就是他有没有存活 接下来我们就要呼叫我们的预测模型 那在这里面我们用决策数 来当我们第一个预测模型 所以我们就用决策数 建立模型 就是用决策数Fit 我们的特征值跟最终结果 我们就可以训练出预测模型 再来有了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预测资料 也就是我们在这次影片里面的主题 到底Jack跟Ross 他到底会不会存活 我们就把Jack跟Ross的资料 分别输入进去来试试看 预测出来 Jack跟Ross 有没有人会存活下来 或有谁会罹难 我们用决策数 我们用决策数 刚刚所提到Scikit-Learn import tree 好那我们这次先用比较简单的翻例 就只看说他的仓等 他的性别跟他的年纪 这三个部分 因为在电影里面 我们也大概只能知道 这样的三个资料 Jack是男生 他是偷渡客 所以他一定是住在最烂的仓等 然后他大概是23岁的年轻人 Ross 他是女性 然后他是一个贵族 很有钱 所以他一定住在一等仓 然后他也是个年轻人 我们就假设他是20岁 好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说 他们Jack跟Ross 他们是会不会存活 好 第一步 输入特征值 仓等 性别年龄 跟结果 结果就是他会不会存活 再来 呼叫决策术的函式 tree.decision tree classif 我们用预设值来处理 好 第二步 开始 呼叫完之后 就进入第三步 开始训练 模组 fit 特征值 类别 结果 就开始训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训练出 一个模型出来 好 那要预测 就用predict 我们就 来预测 Jekke 到底是会离难还是存活 他是住在 三等仓 所以他的P class是三 他的 性别是男生 所以写0 年龄 大概23到25 我们就给他25岁 放到这边 所以预测出来的结果 放在这里 我们把印出来 印出来的结果是Jekke 是不幸的会离难 然后弱死呢 他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放进来 住在一等仓 女性 大概20岁 做出来 看到弱死是1 好 所以从这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电影的情节 Jek 离难 弱死 存活 这跟我们预测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当然 只有一个决策数 还是 我们觉得 这样会不会少了一些什么 所以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式试试看 那其他的方式 虽然在之前的影片没讲 但是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输入特征值 和结果 呼叫 要用的函式 再来训练 再来预测 最后预测 那因为我们用不同的函式 所以我们要改的 事实上只有中间这一个 跟我们要载入的函式库 这两个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同样的步骤 这一次我们用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 他的函式库在这边 我们就把上面这个决策数换成随机森林 就看到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然后第一步 特征值 结果一样 第二步 呼叫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预测 就是预设值 还是100棵树等等 我们一样就用预设值 什么不用变 第三步训练 fit 第四步预测 一样 jack ros 拿去预测 都看到 jack 又罹难了 ros 存活 同样的 我们再用别的 预测模型 来试探 同样的步骤 是用罗吉特回归 logistic的 方式 我们再看到 它这里是在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一样做 第一步 输入特征值 结果 第二步 模型 模型 在这里 我们这是用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再来训练 fit 再来预测 jack preddit ros preddit 看到结果 jack ros 还是一样相同的结果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 假如用了多种模型之后 它的结果都是一样 那就表示 jax jax 跟ros 他们的预测结果是会跟现实或者事实它会比较稳合 因为各个模型都这样说了 所以它就极大的几率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同学也可以试试看 假如我们再用成其他的预测模型会变怎么样 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jack不会罹难 也就是他的参数是不是需要调整 例如说他变成有钱 或者他去改性别 或者是他的年龄再大一点或小一点 看会不会结果会不一样 那这个也可以让同学当做这一次的作业跟实验来试试看 那这次铁达你好的案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影片的介绍 希望同学会喜欢这个单元